昨天新增了23例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有11人来自空手到台湾代表队 这行人11月13号已经先前往杜拜参加市警赛 直到11月22号才抵达哈萨克进行疑训跟比赛 根据体育署的说法 全退的选手在参赛之前 训练以及赛会期间 PCR裁剪都是阴性 但是一回到台湾就陆续接获了阳性确诊通知 最早有两位选手在12月6号有相关的症状 外界就质疑哈萨克的防疫松散有漏洞 因为在奖牌站当天涌进了数百位的观众 而当地的民众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有医师认为空手到属于近距离接触项目 并推算了病毒前夫妻 认为在比赛期间感染的可能性最高 空手到小清新文姿云和台湾代表队 一起到哈萨克一地训练 没想到回国后传出同团有半数成员确诊 一行人在11月13号就已经先前往杜拜参加试锦赛 直到11月22号才抵达哈萨克国训中心进行疑训 并在12月15号参加雅锦赛 根据体育署说法 全队选手们在参赛前训练及赛会期间PCR裁剪都是阴性 但代表队12月24号返抵桃园机场 隔天就收到阳性通知 目前累计有11人确诊 专家认为选手在当地比赛时感染可能性最高 香港空手道选手刘之明也在确诊名单中 他在个人脸书上写着比赛期间几乎没有观众进场 但奖牌战当天突然涌进数百人 怀疑病毒在这个时候传播开来 相信自己是在哈萨克比赛时染疫的 更有人提及当地民众没戴口罩的习惯 而我们代表队有两人返国前就已经出现感冒症状 却还搭上飞机 质疑哈萨克当地防疫出现破口 不过在机上感染也有可能 我们不排除说有一些选手是在飞机上面发生感染的 但是以他的潜伏起来看的话 最可能还是在上机前就有人 空手道代表团在结束哈萨克比赛后 先飞到韩国人穿转机才回到台湾 传出同班机还有日本香港泰国都有成员确诊 人数多达五六十人 究竟是在哈萨克染疫还是搭击高风险 指挥中心正在追踪患者的基因定序 要厘清感染途径 记者最后不得